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Jessica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時政評論員周曉輝文章 發表於大紀元新聞網 曾經有一位民間術士 為中共黨魁習近平算過命,說他上台之後扮火 習近平上台之後,各地火災的確就從來無斷絕過 官方數據稱,2023年上半年全國火情就超過3,000宗 2024年剛剛進入1月,天莊人禍就未斷絕 現在更是短短一周之內就發生這麼多火災 難道與黨魁無關聯? 最近一周中國再度密集出現災禍,其中大多是火災 1月25日凌晨,位於福建福州的省彩印廠起火 火光衝天,濃煙滾滾,700個店舖被波及 在24日,江西新漁樓房火災,導致39人遇難 在23日,山東西南酒店火災,致4人遇難 22日,雲南三泥傾瀉,導致34人遇難,10人失蹤 20日晚,山東河澤一廢棄糧庫發生爆炸 目前新聞仍然停留在傷亡情況核實中 在同日,常州工廠粉塵爆炸,8人遇難 1月19日,河南方城縣學生宿舍火災 13名數學生越難,令習近平火上加油的是 在內外交困,災禍頻傳之際 海外又傳出習近平罹患二線癌的消息 1月25日,海外社交媒體X帳號 Inquiry鐵文說,網傳習近平可能幻想二線癌 不確定是真是假 重點可以關注習近平到底有多久沒有現身 如果真是二線癌的話,神仙都難救 即是只剩下半年至一年的命 鐵文所配的一張圖片就是其訊息的來源 圖片內容說,是一名ID北京護士的人 稱一位比較可靠的朋友告訴他 習近平在檢查中發現了二線癌 而有傳,習近平患癌的一個助證是 習近平在1月17日參加了張克輝的遺體告別式上 免用潮水,身形較以往銷售 二線癌被認為是癌中之王 一旦發現就是晚期 並且一直會有劇烈的疼痛 治療效果不好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的馬仔王谷 就是在2006年死於二線癌 死前被二線癌折磨得死去活來 2023年,中共實控中心的首席專家 吳尊友也死於二線癌 公開報導指,2022年的夏天 在癌症轉移到肺部之後 吳尊友動過第二次手術 在重從135斤迅速下降到80斤 換而知,如果習近平真的得了二線癌 即使可以隨時打一針要過百萬的進口藥 亦都寫能夠延長生命 問題是,習近平是不是幻想二線癌呢? 網上曾經有一個標題名為 《國家領導人長壽秘訣和退休後待遇》的中述文章 文章開篇就以中央軍委怨副主席張鎮去世時 享年101歲為例 認為張鎮之所以活到一百多歲 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養生秘訣 養生秘訣對普通百姓是沒用的 張鎮真正的養生法寶 是他的高官身份 黨和人民不惜任何代價 將他養活 他不長壽是不行的 以此推資 作為中共黨魁的習近平 身邊自然有著國內最強的保健團隊 保健醫護人員24小時守候在身邊 而且時時都會關注他的身體各項指標 包括血壓、體重 以及各種微細的變化 並會避出解決方案 如果出了問題 他們是需要承擔責任的 這樣 半個月以來 習近平的身體究竟是怎樣? 習近平在16號和17號的露面之中 確實給人的感覺是面容潮水 身形較以往消瘦 但在10號的活動中 就給人沒有這種感覺 24號的兩次和外賓會面 雖然官媒刻意進行了修飾 但習近平給人的感覺依然是精神不足 似乎心情不好 身形是瘦了些 但和17號的狀態相比 不是特別明顯 身形消瘦的原因 除了患病 還會和精神、睡眠等有關 1月13日 台灣大選賴清德的勝利 以及外界對習近平的嘲諷 對習近平在精神上的打擊應該並不少 因此 習近平此後幾天的心情 睡眠、精神不好 導致身形消瘦都可以解釋得通 所以 單憑習近平在17號的狀態 助證習近平罹患而腺癌 並不充分 更為關鍵的是 習近平的健康問題應該是中共的最高秘密之一 習近平身邊的保健醫護人員 服務人員、警衛、官員等 都是層層篩選的 就是害怕洩漏秘密 即使某些外圍人員偶然得知 也需要考慮層層的成本 當然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 中共高層內部 有人故意放風 或者確是有歧視 或者是以此搞混水 引發中共黨內 尤其是習陣營的官員內亂 這樣 習近平是否可能幻想二線人 或者其他重病呢? 如果從推崇現代科技水平的 現代人的角度來看 有著最好的保健團隊的習近平 大概率是不會幻想的 即使幻想也會有各種的辦法 包括器官移植來治癒 但是 從佛家的角度來看 人如果做了大業 身體就會出大問題 佛家認為 凡是有因必有果 中善因者得善果 中惡因者得惡果 中國民間也一直流傳著這樣的俗語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時辰未到 善惡有報、終有時 自憎來早、予來遲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思 多行不易、必自閉 在習近平當政的十幾年之中 迫害法輪功、迫害各族異見人士 甚至活摘器官依舊無終止 尤其近五年其加速阻轉 愛與美國對抗 支持俄羅斯 與歐美為敵 內側打壓民企 經濟雕闖 同時在黨內大清洗 加強對人民的拳制 三年疫情的極端風控 更是引發人民的不滿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 為習近平沒有做過一件 利國利民的好事 也沒有做過一宗公風偉業 反而處處留爛尾工程 從灌場到坊間 好多人坐在那等他出事 從上到下 各個階層 無不離心離德 暗潮湧動 可以說 無論從偏義還是觀心 軍心、民心來看 中共黨輩和中共已經離末路不遠 積埋不少罪業的習近平 也注定將得到果報 即是身體出狀況 還是仍內下屬的背叛 上天應該早已做了安排 我們只需要在等待某一刻的發生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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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